今天我們的確定病例 本土仍然是沒有病例 那境外移入有6例 那有1例死亡的個案 年紀93歲 第14期 這要那個預約平臺的一個情形 整個裡面大概要施打的時間是11月13號 一直打到11月24號 這一波有10天 那預約的時間我們分流 那預約時間也短 是11月11號上午10點到11月12號中午12點 那這是AZ的預約的時間 那莫德納跟BNT比這個晚一點 是從11月11號 的下午2點到11月12號中午的12點 心中有恨 所以我們 努力把這個天數降低 應該是有愛吧 嚇這麼大聲 那我就不用了 我覺得這次回來主要還是 台商可能是最大宗啊 我們剛剛就弄14天 然後把門關好來 什麼事情都不要想 也不會像這兩天 大家都 現在一下又 很複雜 如果說我加 把它就加嚴變成21天 那 他才有那種嫌疑啊 那減低了4天 那減低4天是不容易的 還要像你們也聽聽 就某市長也講說那東西困難很多 那我們要把這各種困難都要把它克服 才有辦法達成大家多一點人進來的 一個心願 另外我今天早也看到新聞寫說有些 旅社 老闆在講說 這變得很複雜 沒有 並沒有要求他們去更改 去變動日期 只是在中間的這一段1月2號 1月1號到1月10號 裡面 若有人更改了 他就會有空房出來 那就可以來做的事 並不會要求說他 一定要把這樣一個一個把他挪過來 那但是如果他願意去挪 或有人願意挪 那當然我也不反對 但沒有要求大家要挪 已經訂好房金人的schedule 有可能啦 有可能 那些都還沒有在確定 我們要等到貨到了 才跟大家報告 事實上我們在外網上面的QA 都有提供了 這樣的部分 那是不是一定要公文 他才能夠做 那當然也可以印下我們的QA 然後給這個醫院看 那這個公文有沒有發 我再確認一下 但是我們有放在外網 事實上 可以直接跟這個醫院來說明 目前其實都已經改了 對 那大家就在就這一點 就有一點點卡卡的 就是當然大家希望最順就是 雙方對於雙方 等於是國家對國家 但是希望是能夠都是 對等的嘛 可是我們覺得 疫情有一點點的不對等 那不過日本現在這幾天 又看起來這個禮拜 看起來其實大有進步了 不過這也是在進行中 第一個 我想大家都現在知道 從國際各種的研究 每一種疫苗都有它不同的一個保護力 的檢查是做中和抗體 那大家也知道 疫苗也不是只有一種 中和抗體 所以沒有說誰是陽春麵 誰是牛 這牛肉麵 沒有這樣 那他就是疫苗 就是保護我們人的疫苗 這裡面沒有這種所謂的極其品的問題 但預約裡面 預約後的施打 也有到7成 所以基本上是有需要 而且能夠用得掉 所以沒有到過期的問題 我這幾天 不是真正的 如果大家看到這個程度 很重要 感谢观看